嗨 Vogue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淑貞 我現在在這邊做金鐘獎的準備 憲靈叫做我是自願讓他殺了我 就我的角色 所有事件的引發都是從愛出發的 但是你怎麼去運用跟看待 就是會決定你的世界會長成什麼樣子 我的拍攝期好像只有12天 但我印象中我大概有兩個月的時間 都在那個狀態裡 那最近最喜歡哪一部 Call Me By Your Name 我自己滿意外我對這部電影 會有這麼深刻的感受 我不是身為同性戀者 可是那個情感是同樣的投射 那你最新是裡面哪一個角色 就是Timothy啊 他是我的男神 你覺得你自己是一個典型的雙魚座嗎 不是 我工作的時候是很母羊 非常母羊 很直接然後 所以直接真的是有點討人厭 但我的感情是很兇裕 我本來就是 日圍的當下覺得很放鬆啊 沒關係 日圍就是肯定 誰拿獎我都OK 然後越來越捷徑的時候 就變得好想拿 我好想拿喔 我好想拿喔 可能因為 花了很大的心力 去準備這次的典禮的服裝啊 各種細節 給我好不好 給我吧 這麼煩喔 難放鬆喔 那這次的典禮是定製的 是林薇老師幫我特別的定製的 花了非常多時間 去那邊定裝大概就五次吧 那這次的典禮是定製的 是林薇老師幫我特別的定製的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去那邊定裝大概就五次吧 那次的典禮是定製的 然後衣服好像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聽說啊 所以非常謝謝林薇老師 我星光搭配的是Bergari的珠寶 上台的是 The BS的耳環跟手環 還有戒指 我今天在妝上面 我覺得自己有一個小小的挑戰 因為我們今天想要做雀斑妝 典禮比較少人做這樣的嘗試 因為典禮的燈光就千變萬化 很怕說會不會哪個角度看起來髒髒的這樣子 但我這個人又太怕無聊 我不曉得每次出席的樣子都很相似 所以我們決定還是要挑戰 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永遠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總是覺得 頭髮要再弄一下 妝要再弄一下 衣服有沒有穿好 然後東西有沒有塗好這樣 就是這種心情 沒有人逼我走 我是不會走的 掰掰 我現在正往金鐘的路上 感到非常的興奮 來唱首歌吧 發明音首 我要上台 哈哈哈哈哈哈